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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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就是还可以当拜电用是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好的 感谢师傅 有同兄梦到有个女孩子带了一只狗 同兄就去抚摸这只小狗 不然这只狗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 同兄就哄她睡觉 现实中这个同兄已经许愿给流产的孩子21张 但是还没有念完 请师傅解梦 啊 偷狗了 偷狗了 听不懂啊 流产的孩子已经偷狗了 好的 感谢师傅 同兄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呢 他们家亲戚送了一个黄金的关系营菩萨吊坠 小孩子就喜欢咬着 就喜欢带着咬 整个菩萨像已经被咬得完全看不清楚了 请问针对这个事要念多少遍你 哦 四十九遍 好的 感谢师傅 下一个梦是 就是同兄他求菩萨验证小房子的质量 这是结缘的小房子 然后梦见了自己在地上吐了白色的泡沫 然后呢 梦里面是说觉得自己吐痰为怨了 要念礼佛 请问这个是和小房子之间有关吗 他是问质量是吧 那当然不干净了 吐的地板上面就是说不干净啊 就里面有一些不干净 不是全部 哦 好的 感谢师傅 同修家里的佛台 菩萨像正对着家里面的后门 当中呢 隔着玻璃穿的 哦 没关系 就没关系 后门没关系 好的 感谢师傅 在某些国外的音乐社会 有些人呢 他就是穿着笔基尼的 请问在这样的场合去红法发那个宣传单可合适吗 你被他的这种穿着笔基尼的那种样子 是勾引了或者去乱想了 你当然有业障了 当然不合适了 你要看了什么样的会 你可以去发呀 你当然善良的 慈善的会了 或者一些活动了 你不要像这种穿笔基尼的 如果都是穿笔基尼的你去发什么 发疯啊 不是发佛术了 是发疯了 听得懂吧 嗯 听得懂 好了 好的 明白了 感谢师傅开训了 请问师傅 莲花掉下来的师兄 有没有规定说 超过多久不重新种上就永远种不上了 没有的 菩萨永远给我们机会 只要你改 哪怕到死的之前 你只要到了这个符合这个标准 照样种上去 没有话讲的 好的 感恩菩萨 感恩师傅 有同修在法会期间 念经念得更了 就想用那个小按摩棒 去按摩一下眼睛和头部 但有些师兄说这个是享受 最好不要这样做 那同修请问 在法会期间早起晚睡 他个人身体问题 想适当的做些按摩 但不是用享受的心态去做 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那个人是乱讲话的 你敲敲背啊 敲敲腰的话 这叫享受啊 按摩自己的话 那个完全是合法的 菩萨不让你身体好啊 这种佛友真的是不懂装懂的了 好的 感恩师傅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听懂了 开什么玩笑啊 身体要好啊 你才能修心 才能度人啊 你连自己身体都不好的话 你怎么度人 怎么修心啊 脑子坏掉了 讲这种话的人 真的是脑子有问题 好了 好的 感恩师傅 现实中有一个同修 他已经许愿清修了 能不能念大吉山天女神咒 给自己的女儿求婚姻呢 可以 好的 感恩师傅 有一个梦是同修梦到 早上早起站香 发现了佛台上的菩萨像都没了 房子漏水了 先生说房子漏水 他就把菩萨像请下来收起来了 但是菩萨像并没有损坏 然后他们就开始找人修房子 梦里面的这个佛台呢 是原先的旧佛台 房子也不是现在的房子 请师傅解梦 这很简单了 这个就是说明菩萨不来了呀 教他要重新许愿 把过去的愿重新许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就是凡是梦做梦做到佛台上的菩萨 突然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或者一样东西突然之间不见了 你就要重新许愿 把你过去许过的愿重新再讲一遍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傅 哦 明白了 感恩师傅 然后同修请问 在上身的时候 祈求完所有所求的事情以后 心里就跟菩萨讲 菜市场的鱼很可怜 自己暂时没有这么多能力 能够帮助到他们 请菩萨大事大悲 救救这些可怜的重心 让他们能够早日得到超度 这样的话如理如法吗 如理如法 嗯 那他会把自己放生的功德和福德 都转给放生的鱼了吗 不会的 你转给鱼的话 实际上你救了他们 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些新的功德呀 很好的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嗯 然后有一位同修梦的 去别人家里种植大棚 对方带他去参观 有好多 就是种了很多的大的番茄 修梦的人还吃了一个 然后对方还和他介绍 怎么样用手机去远程操控 去杀 杀这些农药 那做梦的人就想 杀农药是杀根啊 好像不好 然后梦就醒了 请问师傅 这个这个梦是说 种菜的人修行有成果了 还是说这个 地面杀能药杀生不好呢 杀生不好呀 叫他念往生咒 哦 好的 当然师傅明白了 嗯 师傅 同修请问 如果想要验证 结缘来的小房子的质量 是否需要将结缘的小房子 放在佛台上面 再祈求不发个梦验证呢 不一定的 反正你这个意念 在自己大脑里储存30秒钟 这个意念 菩萨跟后把神就接受得到了 哦 好的 30秒 并没有这种 要30秒 环境的要紧 嗯 就是其实就是有点像 就是有点像那个叫 叫像上心香一样的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嗯 有 那个 同修有用过几次的枕头 可以送人吗 这个枕头 如果是浴室的枕头呢 浴室啊 对的 就是已经好几年不用了 但是是浴室的枕头 这种可以送人吗 谁要么就送给谁了 有问题 浴室的枕头不能整的 对大脑血管系统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 他是属婴的 哦 明白了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嗯 有位重病的同修 为了身体健康 他许愿把 许愿宣称说法 用这个功德来消除 某个部位的孽障 当天晚上呢 他就梦到 有两个师兄去看他 这两位师兄呢 要想方便 就去找厕所 最后呢 就在露天的茅厕 一个上大号 一个上小号 重病的同修呢 就帮他们遮挡住 你师傅姐梦 啊 这个啊 这个还不同啊 这很简单 他本来是去帮他们两个是吧 帮他这个 帮他 是不是那两个同修去帮助那个重病的 啊 是不是啦 就是去看望他 看望他是不是啦 啊 备业了 备业了 哦 备业嘛 也不要怕了 备业根本不要怕的呀 他已经上大号啊 什么 已经解决了呀 没问题的 嗯 消掉到叶上了 他帮他背的叶已经消掉了 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呃 有位同 有位师兄他想收佛台 他和家人呢 住在二楼 一楼是他们家开的饭店 所有的婚食 都是从超市里面买的 没有活杀的 他想把佛台 收在楼上 这样可以吗 找个 找个 下面不要有婚食的地方吧 好吧 嗯 嗯 虽然 好的 虽然都是冰冻的嘛 但是总的来讲 还是肉啊 呃 总是不是太干净 但是呃 至于他自己愿意信佛 愿意怎么样 还是可以的 好吧 嗯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嗯 师傅 还有个问题是说 呃 在来信解答里面说 一般师傅在梦里面 让他快点拜师 就是怕他有大劫 那同学员请问师傅 在梦里面 让出家是什么缘由呢 在梦里要出家是吧 就叫做早点皈依呀 皈依佛门呀 皈依自信三宝呀 那自己还不开屋啊 还不觉悟啊 还在人间 为名为利啊 哦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呃 还有一个梦是 同学梦到家里有很多 梨秋在一个箱子里面 镜头一转呢 这个梨秋就掉在沙发和地板上了 同学一条一条 捡回箱子里面 但是镜头又一转 同学看到楼下 地上和草丛里都是假鱼 他捡起路中间的一条 放到草丛里面 觉得草丛比地上安全 又看到旁边拉丝丛有好多假鱼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实中 同学今年十五岁 经常和大 放生 请师傅解梦 嗯 剪掉 剪到假鱼是吧 严寿了呀 对的 严寿了 严寿了 好的 等师傅开始 师傅 还有一个梦有点长 同学梦到师傅给他看图腾 师傅说他太好说话了 念到了灵性就念 还模仿同修坐那里嘴巴不停念经的样子 师傅说身体里有几个众生都不肯走了 这同修要跟观世音菩萨求的 师傅说要努力钻出这个坑 才能往高处爬 现实中这位师兄总是梦到药丁者 还有他身边亲人和朋友身上的药丁者 他梦到就许愿 但是感觉念了呢 又梦到念都念不完 请问师傅梦里面说要跟观世音菩萨求的 具体是怎么求呢 具体怎么求呢 就跟观世音菩萨说呀 观世音菩萨我尽力在 这个念经 念小房子在 还他们的业债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哪些业债我先还 那些 还没到 哪些业债我先还 其实就跟菩萨就讲了 观世音菩萨你大吃大杯 让我还掉那些业债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说 有些不严重的那些小的业债的话 他就不一定你还了嘛 其实这种东西真的是几辈子 十几辈子还都还不完 哦 是的 我也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你跟菩萨讲吧 因为他自己有这么大的业障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大吃大杯 保佑在我正常生活的范围 筹当中 尽我自己的所能 我再还他们的业障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 不要让这些业障 激活 来伤害到我 好了 好的 当然师傅 那师傅说要努力装出这个坑 才能往高处爬 是不是就是说 他修心上面还要再加强 坑就是不能有自私自利的心 人的心力很重要 心力不纯洁就没有力量了 好吧 好的好的 那明白了 当然师傅 然后那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好好的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你好 感恩关世音菩萨 感恩师傅 师傅 想请教一下 一个师兄早上做了一个 看到就是有一只牛 躺在他家大门口 然后他从他身边走过 那只牛没有动静 然后他想去另外一个房间 想叫他先生来看一下 到底是死牛还是活牛 结果那只牛就突然之间奔起来 往他的他家的客厅走了一圈 然后师兄就把那个房间的门给关起来了 就醒了 马上师傅解梦 灵性呀 这牛的灵性呀 那是念家里的药精者还是自己的药精者 家里的药精者 那一般许十七张吗 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好的好 感恩师傅 师傅稍等一下有同修想咨询一下师傅 师傅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感恩师傅 师傅先帮同修问一个梦 那个同修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同修梦到我们观音堂一个很精进的老师兄过世了 这个过世以后在放殡仪馆的晚上 他又做了一个梦中梦 梦中呢 梦中梦的那个过世的老师兄变成一个小姑娘 身边还跟着一个人或者是像海草一样的会飘的东西 然后在他身边蹦蹦跳跳的 后来就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做梦的师兄问说你去哪里 那个过世的老师兄没有回答 然后做梦的师兄冲着他大喊去西方极乐世界就醒了 嗯那就是那个那个人老师兄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呀 哦就是说他要是现在走了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境界已经到了 哦境界到了 那就是还是有节 然后就呃好好宁经过节是吧 严寿哈 你就是就是当然了 你要是在人间把阳寿过完了 你再走多好啊 但是要保持 因为你如果不好好修的话 虽然你阳寿炎了 你到最后还是上不去的 哦明白明白了 好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嗯就是还有一些现实中的问题 想请师师父 就是现在就是前两天同学发给我一个网上传的范本 就是东方台发出来的一个呃 网络共修祈求的范本 其中就是有包括一些呃 经文的祈求啊 想跟师父确认一下像礼佛大忏悔文 这个祈求啊 是要一定要说是忏悔金事的业障 还是泛泛说忏悔我某某某的业障 还是怎么求 忏悔一般的说都是忏悔金事啊 嗯就是一定要说 因为你前世的业障的话 也会到金事来报的嘛 所以弄来弄去还是金事啊 哦那忏悔的就是说 请关心菩萨慈悲 帮助我某某忏悔我金事的业障 对啊对啊对啊 啊好谢谢师父 呃还有这个解节咒 那个前两天 前前前前几次听师父做节目的时候 有说过那个人前世的感情债 您让他多念解节咒 就是这解节咒 也可以化解前世的感情恶缘是吗 是的 哦那这个祈求的时候 要说出来是前世的感情恶缘吗 用不着说 嗯啊那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没说 请关心菩萨保佑我化解我的恶缘 原本就好了吗 哦化解恶缘就好了 嗯好谢谢师父 嗯还有那个杀业的问题 对师父就是说杀业重的话 就是光念往生咒不是就不够了吗 要念礼佛哈念小房子 那请问师父 这个念的小房子能代替往生咒吗 念的小房子可以的 哦可以代替往生咒 嗯可以的 明白 那那我其实以前念了好多小房子 说明我的杀业太重了 还要念很多往生咒 对啊 嗯 因为你往生咒是有这方式嘛 那个是那个是没有目标的嘛 这是给你储存嘛 嗯 好的 那个我想问一下师父 那个往生咒的全称 不是叫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禁止 佛罗尼嘛 嗯 那这个一切业障 就是说也包括其他的业障 对不对啊 往生咒的话 基本上一般的 啊你从整体来讲 嗯 整体来讲 你说总是啊 我念了之后能够超生了死了 对不对啊 往生极乐了 你不比方说你对小动物 你念往生咒 嗯 对不对 那么你讲起来是说 你把它超脱啊 超脱到人 对不对 嗯 实际上呢 这个往生咒呢 它当然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 它超度亡灵啦 啊 主要是超度亡灵啦 嗯 啊 然后呢 就是要灭 消灭四重罪啦 嗯 啊 五尼罪啦 四重罪嘛 那就是杀生偷到邪音忘语啊 你对不对啊 所以你要是经常能够念的话 那你就是拔一切业障啊 哦 它根本得生净土 除了你了呀 就这样啊 好 师傅 那比如说啊 一个人就是 打个比方 如果这人一辈子 他需要念十万遍 从杀业上来讲 他需要念十万遍往生咒 嗯 那如果他念了二十万遍 多余的这个十万遍 可以消他其他的业障 可以 完全可以 嗯 啊 明白了 我就问你 谢谢师傅 你家里欠人家款 就是十万 你赚了二十万 多余的都不是你家里的 哦 是 谢谢师傅 师傅 那那个往生咒 您不是说 那个往生咒 像那个自存往生咒的 那个不远 不要经常的 不要 只有特定的时候 不要不要 那个激活 往生咒激活 是个什么原理呢 往生咒激活嘛 就是因为你 不停的在念啊 你在灭自己的失从恶业了 啊 然后呢 两舌啊 其余啊 你想想看 你不停的念 你不停的在造业的话 那还能消 那你现在已经修到很高的境界了 对不对啊 那你这些往生咒 他是灭度亡灵 超度亡灵 如果你家里的亲人 啊 这个总归会被你超的差不多了吧 嗯 那么清静三叶了 啊 对不对啊 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念出来很多 三十万遍 二十万遍了 嗯 对不对啊 那么你有可能 你家里啊 邻居啊 你前世啊 你根本 其实这辈子没有得罪的 他只要身上 他有灵性了 你跟他一讲话 他的灵性就来问你要了呀 因为你有多嘛 多了嘛 他就叫富裕啊 那师父这个自己也不知道呀 那 那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 就念小房子比较中性呀 他他已经是 小房子已经是中成药了呀 已经配合了 吃哪里就吃哪里的呀 听到懂不了 行 那么过去 过去有的人也是的呀 你二十万遍 三十万遍 也会生智慧啦 嗯 或者也能破迷惑啦 有人见奥弥陀佛啦 实际上就是说 他还是有一个量的 嗯 这个量就是说 在他的没有灭除 他自己所有的业障之前 你念这么多 会吉祥如意呀 事事顺利的啊 嗯 听得懂了吗 能消除一切烦恼啦 那么往生净土极乐啊 都可以 但是不是往生都把你 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了 听得懂吧 而是往生都帮助你 消灭了你身上的业障之后 你带的很轻的业 你才能往生 听懂了吗 嗯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好了 那那个像 您说这个往生咒 它不是可以许愿一个大数字吗 然后就补限量了吗 那比如说 像我 您上次不是说 让我多念往生咒 说随便 随便我念了 那我要一天 一千遍 什么这种 可以吗 你看看看 像你这种人 一千遍念完之后 会什么事情发生 神经兮兮啊 听懂吗 我们有个同修 他就念了 已经有了 你已经有点了 他说很好 很好了 我跟你讲 任何经文 你盯着念都很好 问题就是 你不能有杂念 不能有新的业 听得懂吗 那师傅念多少遍比较安全啊 平时不是跟你们讲了 四十九了 二十七了 都安全的呀 这种都是安全系数啊 你说一 你说人生再好 你能猛吃不辣 吃得流鼻血了 那是许愿之后 可以再多念一点吗 许愿之后可以的呀 三百遍 你比方说 他讲是讲 你能够灭 忤逆 食恶 绑法等重罪 那问题 你有没有绑法 你有没有忤逆啊 你有没有杀过 你爸爸妈妈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OK 那我就还稍微少一点 也不要太多啊 中道一点 比较好 你自己 我就举个人间的事情 就可以了 你在法官面前 法官啊 我有罪啊 我有罪啊 哎呀 我这个罪该万死啊 啪啪啪啪 跟法官讲啊 法官啪一下 啪你很重了 哦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 你就这个问题 哎呀 我承认 我认罪 嗯 那么他就判你 这个罪的罪 你行啊 明白 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好了 你已经是这个问题了 我真的是这个问题很严重 非常严重 你就是说一神经兮兮啊 兮兮兮兮兮的懂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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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 对 有一次我念礼佛之前 就是 嗯 祈求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 灵性 上升啊 你当然了 你这样 你这样忏悔的话 你这样念往生说的话 哎呀 我有罪啊 哎呀 我要 我要把我过去的 所有的什么蚂蚁啊 什么蟑螂啊 好了 他全来了 就是就是蚂蚁的亲戚 他都来了 蟑螂的老婆也来找你了 听懂了吗 谢谢 谢谢师傅 嗯 师傅 那我还再问一个 就是 什么不是梦一个 再问一个事情 就是不是梦见 那个牙掉了 是说明 那个上牙是长辈吗 这有没有男左女右的 比如说梦见 左边的牙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哦 明白了 嗯 师傅啊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有的人就是做梦 不就消夜了吗 然后有的人也没什么梦 然后现实中啊 就是感觉有消夜 呃 或者说他 只要感觉到了 就是消夜 哦 那做梦消夜 跟现实消夜 有什么不一样吗 做梦消夜 消的阴夜 哦 现实消夜 消的阳夜 哦 听不懂啊 嗯 对 师傅对了 就前两天就是 我们有一个同修 他不是打电话给您说 您梦中加持他 然后他说 哎呀 千万不要醒不要醒 如果醒了就前功尽弃了 这个像包括梦中消夜啊 还有梦中就受到加持啊 如果是半截醒了 就前功尽弃了 是吗 不会的 不会的 加 他已经已经加持了呀 那消夜呢 比如说梦中 呃 感觉到身体 一定小 一定小 也是消 消的阴夜呀 就这么简单 就比如说感觉 比方说 你在生活当中骂人 呃 暗中挑拨离间 嗯 那么如果师傅到梦中 给你加持 消夜 那么你这点 梦中 过去你 害人家 背后 背后 惩人家 那些都没了呀 哦 呃 就是比如说梦中 如果梦见 比如说 呃 排出一些身体 有些东西排出来 但是好 没有排完就行了 那这个夜 就算没有消完 是吗 就是没消完呀 排得完吗 排不完 那就 哦 哦 排不完 OK 好 明白了 呃 师傅 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呃 哦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准题神咒啊 就是祈求的时候啊 呃 呃 呃 前一阵子我们就是共修 就修这准题神的这个准题神咒方面的听以前的录音 有两次录音呢 其中有一次师傅说念准题神咒就是不消耗功德 呃 就是准题神咒自身就有功德 然后还有一次录音就是说准题神咒你还是要有功德 没有功德你就是求不了 那这个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啊 很简单 你认念任何经理都要有啊 都要有那个都要有这个功德的 嗯 听得懂吗 你准题神咒的话 你没有功德的话 你念出去没效果呀 哦 对不对啊 嗯 准题神咒能够帮助你一切随心 像如意猪一样的 凡有所求 啊 无不撑足 听懂了吗 师傅啊 那那这个意思啊 您说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不管求啊 我们念哪一个小咒去求事情 就是要有一个功德来打底 但至于说求的事情是不是会消耗的功德 对了 看这个大小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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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功德 你你就是说你不管吃什么东西 你总到饭店里去吃什么东西总要付钱吧 嗯 你要吃东西得到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要付钱了 嗯 你没有功德的话你怎么求得到啊 是的 嗯 是的 好了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师傅还有一个 对不起啊 师傅他们给我一个条子 梦到那个同修的小孩走失后来找到了 是什么意思 现实中同修带他孩子回国了 走失后找到啊 孩子啊 找到了 有麻烦 还是有麻烦 有麻烦 但是能化解 化解 能化解 还是要多年消灾啊什么 就是这些是吧 准机身奏 我教你们一个窍门 准机身奏 你睡着 坐着 站着 走着 全部都可以念的 哦 听懂吗 那其他小咒呢 比如说姐姐咒什么也可以这样念吗 往生咒 小咒基本上都可以 但是大咒不行 嗯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哲学上有一句话叫存在及合理 就是从佛法角度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存在及合理就很简单了 因果报应啊 今天这件事情存在在你的身上 那个果来了 那不就是有因吗 是合理的呀 不会不会无缘无故的呀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呀 都是有缘 有因有缘的呀 有因有果的 这是个天律呀 嗯 存在不合理呀 存在怎么不合理呀 合理 好啦 今天能够让你吃苦 也是合理的 因为你肯定造了因的 今天让你享受也是合理的 今天享受到最后没了 也是合理的 所以这叫随缘了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师傅前两天我有梦到那个 我的婆婆 就是梦到 我好像梦里是在给她放生 然后从放生的那个 水里面 那个影像里面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 另外的一个 然后好像有一个人 还是什么一个意念的 就是说她 可能过不了今年 但是梦里面好像说她属猴 但现实中她并不属猴 嗯 那是上辈子 嗯 哦 那她今年据说她有 今年有节 是不是啊 这个意思 肯定有 肯定有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谢谢师傅 感谢师傅 那我们没有问题了 好 请我们我们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我要让师傅背 好 啊 祝师傅新加坡法会 圆满成功 师傅好好保证身体 谢谢师傅 师傅再见 嗯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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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音机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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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音机 喂你好 哎 师傅你好 师傅辛苦了 感恩所在感恩师傅 我有几个那个孤秋祖 那个和观音堂的问题 想请师傅 慈悲开睡一下 嗯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观音堂 上厢的时间是早晨10点 到下午5点钟灭灯 然后有些师兄在 在前一天晚上呢 他会住在观音堂 第二天早晨5-6点钟 起床的时候 就想在那个观音堂 点油灯 然后点香 然后念礼佛 请问这种个人的这种 在观音堂提前上香的 这个行动 是不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干净啊 起来之后 制造要洗脸漱口吧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的师兄弟子 都很干净了 吃全素的 然后他是上完香之后呢 他会先灭一下香 因为他可能要离开 比如说要去设佛台 或者有事情 他就离开之后 我们早班的师兄10点钟到了 香不能灭 就香不能灭 就是那个灭掉 那个叫 叫油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因为好多师兄 没关系的 让你起来觉得在机场特别好 就是很想在观音堂 他们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明白明白 感恩师傅 特别开始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在外面有举行那种 几百人的素食会 然后在素食会的时候呢 我们是发给 街边的所有的华人嘛 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呢 就会把他们组织的 那些活动的一些门票 拿过来发给这个 参加我们素食会活动的 一些华人 请问这种活动 是不是可以让他们 在我们现场发这种门票之类的 因为有些是需要付费的 像这种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邀请他们过来 如果是我们的活动 对不对啊 人家来 凡是有一些其他的 最好叫他们不要弄 就是说如果要弄 要通过你们 就是说你们的负责组织人 讲一讲就OK了 不要让他们私自 跟他们我们的佛友联系 有个别这种先讲 因为这个不好 因为这个不是说一个公共场所 这个不是说你来练财的地方 听得懂吗 是是有一些是要门票一天 价格很小那种 价格很小的话 你也是给我们的佛友造成负担呀 对 那以后人家不来了 那你不是造业啊 明白明白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因为华人 因为我们去发 我们的那个宣传单 也会参加到别人的活动当中去 那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也会觉得 你们是佛教活动 我们会去 但是华人多 我们也宣传一下我们的一些演唱会呀 音乐会呀 什么的 要请你们去哦 这种 你不弄钱的可以 弄钱的就不要 是的 明白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是 最近我们在观音堂 有一位师兄 也来了好多年 一两年都会来 但是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自己修的稍微有一点问题 他就跟我们的佛友说 说你要念小房子 念完小房子 经证出血 经证大斯拉杯的观世音菩萨 然后他跟很多佛友都这样讲 我们去劝阻他 他也不听 然后就说 那有机会的话 问师父 反正我是这么做 我也就 他就私底下跟很多佛友这样讲 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不如理不如法 他脑子有问题 观世音菩萨要他念经 他念给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牵手牵眼没能量 要他的大杯重 给观世音菩萨加持了 脑子有问题 然后这个师兄 还经常跟那些来的新的佛友 讲这种事情的话 其实有些影响到其他的新人 那我们是不是先劝这个师兄 暂时就是不要再来观音堂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不要来 没没没 不遵守纪律的来干嘛 感恩师父自卑开始 我们会把录音给他听一下 然后让他 你跟他讲了 除非他遵守我们观音堂的法规法则 否则的话请他不要来 明白明白 好了 就是师兄有时候他会想 就是神通啊什么 他很想去得到这些 特别的好像有时候会有这些语言 明白了感恩 学其他法门去吧 感恩师父自卑开始 还有一关于拜店的 就是我们观音堂的拜店是有几朵莲花 然后上面有四个字 就是叫酒品莲花 这些拜店有几十个是红色的 想再请师父自卑开始一下 这种拜店到底可不可以用 还是用那种没字的最好 没有花样的 不要有花样了 你看你磕下去心都慌了 你你哪辈子能到酒品莲花 你开玩笑了 感恩师父自卑开始 那我们把它换掉 然后把酒品换一下 没品了 人磕下去都没品了 人家说 人家说这个这个这个 德不配位 什么用啊 感恩师父自卑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观音堂的 因为我们的素食需要很大的一块厨房 然后所以现在再把一楼的那个停车场 现在要改造 工程很简单 就是把它包起来 然后做一些门啊 屋顶之类的 就是想问一下师父 像这种这种改造 是不是要专门针对这次的公司活动 要念一些小房子给要经测制 要的 要的 要大约要多少张 21张 21张就可以了 但这种改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 比如说晚上不适合这种 有没有什么 最好吗 我最好吗白天咯 白天天好 找一个找一个找一个 找一个休息的时候 人少的时候 你们自己改造 或者人多 大家一起帮忙 一手一脚就把它弄好了 对 大家现在已经在努力的 然后争取这段时间把它弄完 有更多的素食 好的 请师父稍微等一下 你好 你好师父 师父请按地址 那个师父有一个问题 师兄要再给问一下 是这样 就是这个微信群 以前大家都是综合性的 信息量特别大 很多想看的信息可能都看不到 就对被刷屏刷上去了 现在呢 就是说师兄们把这个群呢 进行一下分类 有法布施群 有读白话佛法群 有做的佛言佛语图片群 有互助交流群 还有什么法会助援群等等 这样呢 大家把这个群进行一下分类 就可以各经所需 各取所好了 想问一下师父 这样的分类合不合理 如理不如法 如理如法 对不起师父 像这种分类只是一种方法之一 如果你觉得大家能够接受 但也没什么不好 对不对啊 那么就是说举个简单例子 你吃饭的话 对不对啊 你分类 素菜一起上 那个那个 这个假鱼假的肉 一起上 你汤一起上 有好有坏 汤一起上 两个汤一吃 你还吃其他东西了 你当然加的吃比较好啊 啊 那我听明白了师父 但是就是说 还有的群呢 就是分时间段管理的 就是综合性的 比如说 那个以前我参加的这个群 他就是 早晨五点到七点 七点 然后就是 退休时间段 然后呢 七点到八点 就是给师父助援的时间段 然后就是 每一个时间段 就有不同的 什么法布师啊 读拜合法啊 还有就是说 进行什么图片交流啊 或者是大家可以 呃 语言交流都可以 但是他划 划分成了时间段来进行交流 没关系 就是说 比如说在读白话 这个时间段呢 大家都读白话 都听白话 不要进行法布师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比如说读白话 的时间 或者给师父助援的时间 大家就在进行 法布师 那么群主去想问一下 或者义工的师兄想问 在这个时间段 如果可不可以 制止他进行 法布师 把这个百分之二时间 供修的时间过去之后 他再进 法布师这时间段 进行法布师呢 师父 你可以跟他们讲的呀 靠自觉的呀 你说有半个小时 供修 希望大家 暂时好好一起供修 你没有办法阻止 他们法布师的 法布师是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的 法布师那是一个天命 人家说起来 那是一个大乘佛法 你如果去阻止他法布师 你就有犯罪 你不要以为你是在供修 你一样 他anytime any时间 他如果只要他是在法布师 你就得支持他 哦 听懂吗 救人 救人是第一的 菩萨下来救人是第一的 其他都是第二的 听到懂了吗 哦 好的好的 那就是说以后就是说 呃 大家可能现在进行 独白王法的阶段 如果有的师兄 这个阶段就是说 他就想这个法布师 他发上去之后 大家也不要制止他 是这样吧 师父 因为没有 因为没给大家有影响 你就让他发好了 哦 好的好的 如果有影响 你跟他说 请你现在暂时不要发 没有影响 你让他发好了 没关系的呀 嗯 好的好的 那个就是说这个时间段 师兄们就说啥呢 为了进化群里这个替场 所以就要进行一下 就是统一 然后群组啊 或者义工啊 就制止他 我我告诉你 谁制止他 谁出现生恨心 谁就功德有漏 哦 好的好的 你们听师父的话 我告诉你 你只要一看见他一发了 这烦 好了 你功德就有漏了 哦 你最好的方法 你知道哪几个要发的 你跟他说 给我半小时 我们供修的时候 最好停一停 那不可以呀 哦 好的 好了 哪几个人发的 你应该知道的呀 好了 哦 好的好的 明白了 听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那个有一个师兄 有一个梦境 我要和自己说吧 我怕我说不清楚 师父你好 弟子给您请安 请师父 提醒提醒我 总感觉自己 有些想不开的地方 忧郁症才想不开 听不懂啊 忧郁症 自闭症 感情上出问题 都会想不开 像你们 像你这种 咋咋咋咋咋咋 他们肯定 感情上出问题的呀 咋咋咋个魂啊 咋嘛就是来还 还情债的呀 嗯 你咋的话 就是让人家来爱你呀 你不是自己找麻烦 你一个人 老让别人来爱你 你又麻烦不了 你烦恼不了 是 好了 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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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逗了 你好好练练 练得像男人讲话一样的 你看看谁来追你呀 嗯 你看看每个声音出来都这样 你这个真的还情债的 听得懂了吗 事实上 事实上最烦恼的就是一种情 这个情是剪不断理还乱 听不懂啊 嗯 你要好好的修啊 你一定要剪断情思啊 哈哈哈 哎呦我真的是 不要啊 你这个语言都会勾引啊 听不懂啊 哎呦 可是 都说我好厉害的 哈哈 哈哈哈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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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疼疼啊 唱歌哪疼啊 混о就疼 哎呦 哎呦 哪疼了哟 胃疼了吧 我昨晚中做个梦 你可以帮我解 能帮我解一下吗 太好啊 嗯 就是 甜话吧 我也说 不太清楚 就是 是怎么的 好 现在吧 说是去医院 那我拍新片 但是到来感觉好像不是拍新片 就是因为就告诉我呢 说是头部 头部有问题 但是好像是还不明跟我说 就好像我接受不了 我说没事的 我会接受得了的 生死观我都接受过 我说我能强强得了 就告诉我吧 那意思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一直说我脑部长瘤了 然后让我去哈尔滨 就是黑洞江的 我家就住在哈尔滨嘛 然后就说 要我去哈尔滨医院 你现在就 你现在就好好的 好好的念经嘛 检查一下没什么毛病 有毛病的话也好好念经 好好吃药 听得懂吗 像你这个我告诉你 还情债的呀 你这麻烦了 是的 那我就当心点吧 不要再这样了 少跟男人接触了 听得懂吗 知道自己生下的这种毛病 少跟男人接触 听不懂啊 知道 我身边没有男人啊 知道 你好好输入 我们还有什么毛病 没毛病啊 没有毛病啊 一点毛病都没了 没有 我知道我有毛病 脑袋毛病 脑袋不好使啊 忧郁症啊 有病 好笨 我知道 然后我说我笨 所以说你笨 感情上受过刺激的女人 脑子都有一点小小小小问题的 她的血液云云产量不够 脑细胞繁殖不不不不丰满 所以她就会出现很多脑衰竭的问题 所以她想问题比较极端 考虑问题比较 比较孤独 对 比较较真 较真 执着呀 想问题想不通 好了 就这个毛病 好好的第一 吃点软磷子 第二 自己好好的念念心经 第三 藏出雾去去看看天空 心胸要宽大 不要这么狭隘 一句话想半天 那不叫忧郁症啊 神经 好了 师父 我是不是前天做的好坏的事 让我今生受到这个果报啊 是啊 去上乎狮子 然后父母导室 是啊 我是不是好坏好坏的 你很好坏好坏的 你要好好的改毛病 干 师父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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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感恩师父 好好听话了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我知道 谢谢感恩师父 我受辛苦了 我自己的夜障自己背 感恩师父 好 再见 再见 师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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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的妈呀 这么讲话呢 好好讲不会啊 我自己的夜障自己背 自己的夜障自己背 哈哈哈哈 哎呀 喂 你好 快点抓紧时间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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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快点啦 给你夹出来的 嗯 夹出来啦 啊 赶快没时间了 超过时间了 财导 啊 财导 大杯子的杯 那个塞坏了杯子 要不要用腹部包起来 就这样呢 要 最好什么东西 都要包一包 比较好一点 哦 包 哦 包一包比较好 嗯 好 财导 帮我开始两句 开始两句 你自己好好念经呀 自己好好念经呀 明白了吗 好 好好修心 好好修心 好好念经 然后嘛 你就自己呢 要平时呢 要多用功 啊 多慈悲 明白了吗 好吗 好 再见 好 再见啊 再见 嗯 嗯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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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